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采取会员制 一个拉一个等地下化手法 全程价格只要诊锁的十分之一 但出了问题 民众根本求倡无门 我那时候只是贪小便宜 想说便宜嘛 网络上那个看到很多一些什么网红啊等等在介绍 那边就是一个美甲店 它没有所谓的像什么消毒设备 我不知道后面会衍生出来那么多的问题 它可能会牙根裸露或者是严重到蛀牙 蛀到神经 那后来可能花费的费用可能会比我们做贴片的费用还更昂贵 市面上牙齿美白贴片分数纸跟陶瓷两种材质 合格压医诊所每颗药价一到四万元不等 美甲店却只要两到八千元 不止衣材来路不明 操作过程未深堪率 事后发生口腔病变 也只能风险自负 美白贴片的技术是非常有专业的一个技术门槛的 所以如果是属于美甲店做的 当然它的价差会有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材料来源 医生以及技术 还有你是不是合法的一个诊疗的一个院所 但补肖业者什么都做 就连冷光美白都暗藏玄机 根据卫福部规定 美白药剂中的过氧化氢 也就是俗称的双氧水 高于6%就属医疗级 但补肖业者打出使用6%以下的居家美白 最后却换上高剂量的美白药剂 再提供民众自助照光 规避法律责任 那基本上这些雷射或者是电浆或是冷光 基本上都是属于强光或者是高能量输出的东西 因为它去给人家使用的这个仪器跟药剂 但是它就让病人自己操作 合格牙医师进行冷光美白前 除了要评估是否有蛀牙 牙重病变等问题 照光前更要将牙龈涂上保护剂妥善隔离 否则可能造成牙龈灼伤 严重 神经坏死 卫福部公文指出 操作牙齿美白的过程 就属医疗行为 必须由合格牙医师 在诊所或医院进行 暧昧民众想要打理门面 务必胜选 以免得不偿失